特別是增加兩個欄位 這個資料當然我們之前練習的時候是練習 你們可以從雲端上面這邊看得到 這邊其實我們台電的資料其實是從哪裡 從這邊有一個連結 就台電的 那連結的話是在這裡 第幾頁 第六頁的地方這邊有個連結 點擊進來我們其實我第一次是抓這個 本年其實是111 那當然你可以假設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各年度104到111 到底哪一年用電的量是最多的 那如果講或者是各縣市增加或減少的狀況 如果我想要統計的話 那當然勢必你就需要把全部年度都下載下來 那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你假設希望再下載哪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下載110 這個資料是111 所以我把它改成111年度 那如果說我假如要再下載110年度的資料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再把它下載 當然幾個方式 如果比如說我希望 今年我已經下載 那我希望再下載110年度的資料 順便再做一下統計 甚至109、108等等的其他資料 那我應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OK 這邊指的就是說 你不要花太多力氣 最好是怎麼樣 當然最好的方式 就直接跟他寫個程式 直接就是需要就把它run一下 所有資料通通下來 自動幫你跑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甚至3D圖都出現了 然後幫你把它放在你需要放的位置 這是最好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可以達到 你輕鬆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完 然後不需要一直反復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這樣我想上班應該也蠻有樂趣的 不然如果假設每天你今天做一次 明天再做一次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我看你會覺得 這個工作其實也沒什麼成就感 會覺得好像太無聊 如果反覆的事情都一樣的話 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把它 全部串成一個程式 這個是一個目標 那怎麼樣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 更有趣 更有成就感 我想這也是應該需要了解的 OK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再幫我下載那個110年這個好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載的方式 之前我們是直接怎麼樣 點這個箭頭 它就幫我下載了 但問題它會下載到這個下面 那你變成你要再把它打開 打開或者是匯入 直接打開好像是亂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能就是要利用那個 資料裡面有個匯入資料的功能 匯入文字檔案才不會出錯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土法令綱 每次都要點 然後再賄賂 之前的做法是這樣 你就是點這個 它會下載 比如110年它下載了 下載之後 這檔案滿大的 7May OK 然後它就放在這邊 這個是110年度 那當然如果你直接打開的話 它應該會是亂 理論上 就是因為它的編碼方式 是UTF8 可是新的版本 好像這個打開 居然沒亂 不過舊的版本 直接打開是直接亂 我們這個版本顯然是比較新 解決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假設以後你打開 發現是亂 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可能是用的 Excel的版本是比較舊一點的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打開 可是問題如果我今天希望它這個 不要直接另外開一個Excel檔 而是直接幫我開在這邊 也許新的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利用資料 裡面有一個什麼 從文字 CSV這邊 OK 把它點下去 那有幾個方法 如果說那個檔案你已經下載的話 下載到哪裡 剛好在我們的下載這邊 剛好就是有110年 你就直接把它匯錄就好了 它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它其實還蠻人性化的 假設我們要匯錄的是110年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CSV 然後找到你剛剛下載那個檔 它就很聰明的幫你找到什麼 找到它的編碼方式 UTF8 那沒問題 因為它是CSV 所以分隔符號也是逗點 它也偵測到 這個就是它表格呈現出來的樣子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沒問題之後的話 你其實直接按個載入就可以了 當然旁邊有編輯是說 你還可以再把這些資料做一些 就是不要的可以把它去掉了 當然我們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直接載入好了 可是載入的話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載入的話 我印象中它會直接幫你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放進來 另外一個載入字 就是說如果你不希望另外幫你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你可以跟它講說 你幫我載入到哪邊 我們直接載入好了 幫我直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放進去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就已經幫我把它載進來 並且放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 你會原來在110年 這個就是它新幫你載進來的 不過名稱它叫什麼 工作表2 這個名稱好像不OK 把它改一下 年度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10年 1110 OK 那可是 這裡可能有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載進來之後的話 它會把這個資料 當成是一個所謂的表格 表格的一個形態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不要當表格 所謂的表格就是資料表 上面有一個功能就是轉換範圍 這個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不然的話 將來你在做Viru還是查詢的時候會出錯 如果你沒點這個 跟點這個差別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應該在表格工具裡面的設計 這個功能如果我沒點的話 假設說我在這邊插入一個欄位 你會發現它出現欄1 假設說我把它改成限式 像剛剛我們是在這邊要查 限式 如果我要查一樣是插入Viru環數 那查的話是查這個 然後Table array F3 因為我加了一個叫 郵遞取號的一個名稱 一個範圍 然後查第二欄 不要找接近的 好 那你會發現喔 你輸入的東西條件都沒錯 可是我印象中的話 你按確定 它也會是正 但是舊的版本好像會出錯 目前看起來好像這邊都查對了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上面你看到的公式有沒有 它顯示出來的 本來你是點這個儲存格 它就變成一個小老鼠油力區號 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希望有剛剛現在看到的狀態 那你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功能 設計裡面有一個轉換為範圍 把它按下去 也就是不要用表格 把它轉換為範圍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限式的公式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不會像剛剛一樣 有沒有一個小老鼠 然後那個名 那其實那個小老鼠 其實就是那個欄位名稱的意思 只是說你看起來會覺得 跟之前不太一樣 C2 然後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 這個會比較正常一點點 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如果你習慣用表格也OK 就是說 之前遇到的狀況是 表格有的時候 舊的版本 這個公式會出現錯誤 但是我發現新的版本 好像很多都已經把那個錯誤的狀態 把它更新了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限式加一下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有加了什麼 加這邊再插入一個欄位 有沒有 那欄位就是把 用電的度數 本來是當月的 然後把它加上一個萬度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萬度的話 它這個數字太大了 所以我一樣 等號等於 這個當月的度數除以1萬 所以增加兩個欄位 然後把它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OK 所以 就等於是 把資料匯進來之後 增加這個欄位 跟這個欄位 兩個欄位就對了 1跟2 OK 這邊叫110 那前面的話叫111 那一樣的方式 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再匯入什麼 109 不過109 我是建議你可以換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剛剛我們是下載之後再匯入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 不用下載 直接就給它網址 所以把這個網址複製 比如說我假設 如果我109 我不要下載 直接從網路 就直接抓回來的話 一樣 其實也可以從文字 差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去選哪個檔案 那現在的話你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網址 貼在它的檔案名稱上面 他也會知道 所以它有兩個模式 一個模式是你給它檔案 你下載之後給它檔案 一個是直接給它網址 跟它講說 不在我電腦裡 在那個主機上面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貼上 那這個網址它就會知道說 你的檔案不在你的電腦上 而是在這個https 這指的是某一台主機 它就知道 在那個主機裡面 有109年的資料 OK 我們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是OK 不過我跟各位講 開放資料有少部分的連結 它會抓失敗 這個我印象中應該是OK 我們來試試看 開啟一下 但如果你失敗的話 變成你就要用第一個方法 你就不能用第二個方法 開啟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時候它一樣跳這個畫面 那直接連接 因為它等於是給它一個網址 然後它就會幫你連 那連過去之後 一樣會跳剛剛那個畫面 有沒有它跳出來了 不過這個畫面蠻妙的 它109年 居然顯示的這個編碼方式 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UTF8 可是現在變成950 有沒有 所以它好像不同年度用的編碼方式 居然會是不一樣的 不過還好啦 這個ESEL它蠻聰明的 自動幫你辨識了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按載入好了 載入之後的話 一樣 這邊會出現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基本上 你已經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是建議第一步 還是建議直接轉換為範圍 因為如果你沒有轉換成範圍 就會有剛剛那個狀況 OK 好 轉換為範圍 第二個的話 直接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成109 OK 然後一樣 這邊再加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限式 另外的話 就是再增加一個欄位 就是萬度的單位 就是把這個 這個先插入一個欄位 然後這個名稱複製過來 改個萬度 然後這邊的話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然後除以1萬 OK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但是 其實當然最終你會發現 因為有104到111 總共會有這幾個 八個工作表 所以是不是 當然我們最終目的是 希望說 看看能不能 直接乾脆 全部都沒有下載 在同一個工作表 的話 那更好 不過啦 目前我們先知道有這個流程 所以我剛剛做了兩個部分 110是直接下載 然後再載進來 OK 你們可以試試看 109的話 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利用 資料裡面的這個 從文字CSV 把它的這個 下載網址 複製貼過去 讓它直接去抓到資料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請各位練習看看 如何抓取網路上面的資料